我们在中间,我并不想说太极童的, 但是我们在中间的争取, 对于国际和国际的争取。 所以,你知, 美国人, 美国人有很多肩膀, 他们有很多肩膀, 我肯定你们在观察它。 这一次拜登来到是美军巴尔空降师部队, 他热情地跟军员们寒暄还一起吃披萨, 不少人拿下手机拍下这罕见的时刻。 而拜登除了表达对军人的感谢之外, 也大赞乌克兰人的勇气, 甚至还将奋勇抵抗俄军形容是六四天安门事件。 从乌尔战争开战以来, 美国增兵协防北约目前在波兰大约是有一万多人, 驻扎在欧洲总共有十万兵力。 而美国总统拜登这一趟防欧行, 接下来还将前往探视乌克兰难民, 预计将会针对乌尔局势发表重大谈话。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,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, TVBS国际Plus,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!